大家好,我是Joe松涵的Cartus 那我們今天也是要介紹我們的成就系統目前的進度 跟我們的新手任務的內容徵集 In case 這邊還有人就是還沒聽過成就系統 這是目前Joe松涵在發展的一個專案 然後就希望可以把社群的個人貢獻 還有他的參與程度去做一個統計 然後也同時提供各個開坑的坑主 他們可以透過這個成就系統去發放成就 作為一個參與他們坑的一些貢獻的認證 那這個成就系統 我們把它視為一個G0V的社群基礎設施 那可以做未來擴充可能要做Tokenization 或者是要做Hub的時候 可以提供一個就是讓這些專案有發展的一個基礎工具的平台 那目前的話是已經有一個現成的網站的成果 就是Batch.0V.TW 那這是之前已經做出來的網站 那已經有些人在上面註冊 那後續的話這個網站會再有擴充更多的功能規劃 包含了就是坑的Dashboard 然後一些管理員就是各個坑主去管理他的坑的頁面等等的 那目前的進度的話就是在重新刻畫整個頁面的UI 然後他的整個介面當中 那今天來這邊提案主要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去徵集說 就是我們在這個成就系統對於新手 就是他除了扮演目前已經在參與社群活動的人 可以作為他們的參與認證之外 也希望可以去引導新手去認識G0V這個社群 然後以及我們所使用過的開源平台跟工具有哪些 那今天就希望說大家可以增集一下 就是剛加入社群的人應該要做哪些新手任務 那當然這個新手任務他不是一個強制的 就是不會說你沒做完你就沒有辦法繼續在這個平台活動 他只是說會有一個引導的介面去引導他們一步一步的去登入 然後像slack的話我們這邊目前可能就說你要去註冊 然後要登入連接你的slack帳號到這個平台 然後你可能要在general發言 那更進一步的話可能是你要發個字界等等的 就是希望大家集思廣益 那我們目前也是希望可以更多的人來參與我們這個成就系統的規劃 然後不管是前端後端或是美術 然後特別是如果你有擅長Larabo 或是ReactUI的整合的人的話 希望你可以加入跟我們一起討論 然後任何對成就系統有想法的人 都可以在joesong的channel跟我們一起討論 或者是在這個共鳴上面貼上你的想法 謝謝大家 好的下一位我們請 謝謝大家